普利镇麒麟国小日前举办操场及球场落成 即社区产业行销以及重阳敬劳的活动 除了让学校的小朋友展现才艺之外 也举办了向长者献花祝福重阳节的仪式 感谢他们的辛劳 先议员王彩云感谢马文君立委 帮助学校争取操场重建的经费 让麒麟国小的学生都能够有安全的运动空间 我们看在眼里 陈校长非常用心来担任麒麟国小好专业 对于学校很用心 把学校的环境做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玛丽薇 还有我们林县长 那今天我们的社区 为了我们校长 他愿意让我们麒麟的社区 来到我们麒麟国小 不管来这些运动 来家做一些的活动 都非常敦青慕 我觉得陈校长非常的用心 社区会结合学校 把学校办得更好 由于这次活动结合学校 产业行销 以及重阳敬老的活动 县议员吴国昌 也肯定麒麟国小 以及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 并表示会积极支持教育建设 让学童能够安心的来学习 操长可以来向中央 增出200万的经育 来铺新的一个跑道 也要感谢我们的玛丽薇 和我们林明尊县长的支持 这可以今天如期完工 来使用 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 崭新安全又健康的一个跑道运动 增进了我们经过这个学校 我们的教学 和我们的不关学科数科 体育都能齐头并进 还有我们的学校 能够创造更好的家机 这次活动的会场 展出麒麟里的香菇 角白笋 以及手工作物 等等特色产物 先议员许阿甘也肯定 麒麟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 而其邻里山青水秀 也邀请山青以及游客 都能够来这里观光 促进地方的发展 标识说这些气候好 大家这些长辈 身体都很健康 大家在这个地方来应勒 非常适当 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希望大家都来 来我们这儿参观 来这儿住 来这儿都住 都很好 这是一个很幸福的社区 我们在这里祝福 祝福我们这儿的中部 大家都可以 身体健康 大家万事如意 都吃百日 副议长潘一泉 感谢马文君立委 能够帮助麒麟国校 争取经费建设操场 也肯定麒麟社区 能够结合学校 做产业行销 促进地方的发展 记者称为一 普里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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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